也要兼顧法如厘 原告人王惠佳先生 当时已超过三十岁 而且是一个事业有成的成年人 应该有自己理性的判断 鉴于原告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 证明协议书涉及失实陈述 或是受到被告凌成峰先生 不当影响下签署 故此本籍裁定 本案牵涉的股份代理协议书 判断是有效, 所以原告人, 败素 廉先生… 你贏了韩兄姊姊姊 有什么想跟大家说 阿九, 你和我站住 赵嬷, 一定不要拉着我 赵嬷, 走開, 走開… 赵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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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嬷 姐姐, 你想打就打我 你让我打 是不是你知道错, 你认识 我没错 刚刚活官都判了我赢 我让你打, 想出口气 想舒服点 你废话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都会当我废话 但以后, 以后你一定会明白 我明白, 我们个个都明白 你和我们的身家翻了几番 我们应该很感谢你 现在你赢了官司 以后嘉昌王是你主场 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不过我告诉你 你赢了官司 你输了的家 你赢了 打完 姐妹 命性利咒, 人人可拥有 谁料此客, 只享枉自有 我现在只享枉追随恩公 一起投身慈善事业 虽然输了官司 但是你一天是嘉昌王的主席 你一天都要支持这间公司 我现在不是大股东 狗随时可以动我 今天耐心感足够 应酒时候, 决定放手 大嫂子, 你劝劝大伯 我们不要急流勇退 我们要力挽抗难 要和狗揮博, 怎么争? 已经闹到想法庭了 这么收家还要输了 现在还可以怎么办? 都是我不好 我不准你再怪自己 儿子, 千万不要这么想 前一天我和Alan谈过 这件事就当你人生的历练 失败乃成功之务 经过这件事 你只会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壮大 你看我, 在当口中冲奶茶出身 你比我更多了, 没了嘉昌王 你都一定可以做回大事业 收到, 程伯 一天都是那个灌碎冷血 怎么可以这样灌才行 韦家那番真心话 前程听起来多滚动 除了那只狗 Donald也说过 打感动牌 是没办法只要拼拼 其实也要输了 但是我还相信 舅父他会遵守承诺 把家昌王给我们 你别这么天真 还相信那只狗 不是, 家昌王加上淡淡肉 他给你 吃完肉, 然后给你挖骨 给你, 你要不要 大家都会继续 由我的股份转到他身上之后 他已经去吃了我们 但是他没有 他还继续帮公司寻钱 越赚越多 大家都待了不少, 对吧 这倒是 我现在退休不做 钱也够我过世, 还可以 是, 我也够了管治立门户做生意 不过我和阿姐会誓死效忠家昌王 我们会继续留守在公司的树 是的, 至少有我们两个洞在树 让他们有些顾忌, 不敢太乱来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弟弟还会不会乱来 我唯有信我自己的儿子 现在说信他, 我就信他了 我也是这样 大家不要想得这么负面 给点精能 阿姐 精白说内心足够, 我也觉得是 其实心中富有, 明和利, 不刻意追求 是我的, 虽失去, 他日总会有 说得好 我也给你一个好字 现在的你会放松, 欢容了 还会在这个时候安慮大家 我开了影楼 我常常会帮人演结婚照 大套照, 全家福 不知道是不是对得他们多呢 我觉得最幸福的笑容 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其他事也不重要 我也要多给你一个好字 我又给, 多多无谓行动追杀劑 不如这样吧, 找一天 一家人去光顾以外 拍摄前家福, 你说好吗? 好… 那天在法庭我说的 希望没有影响你 如果有什么令你不开心 在这里跟你说一声, 抱歉 不用, 我没事 老爷爷, 反而我很佩服你 曾经已经放下了他的东西 但是要在这么多人面前 再说出来, 要很大勇气 迫着绑一拳, 没算 但可惜还是贏不了 就是了 其实我应该多谢你 你提醒我 原来我这么大的女儿 曾经有两个这么爱我的男人 我真的很幸福 原来我这么大的儿子 曾经这么爱一个女孩 也挺棒的 那现在有什么打算 在香港加上少许 我就回到葡萄牙 因为之前急急忙地飞过来香港 很多在葡萄园那里 准备开展的计划都各自了 所以我尽快回去召集 好 整个商业人似的 就是这样 那Mr. Wong, 你欢不欢迎我 来参加你的葡萄园? 不, 即是葡萄牙文欢迎 乾杯 好, 乾杯 Apple? 吃东西 人呢? Lego和华姐说要继续维持一舟一聚 带大队去喝茶, 不如你了 那你呢? 也不会了 他们觉得我有份狗王奪蕙嘛 怎么样?有没有不开心? 我现在赢了官司 你说如果我输了 没有在这里让我做我想做的事 那就不开心了 你不就自己骗自己吧 你们皇家一向那些以外为家 那些爱犯滥都可以浸死人 那天你大姐的话 你说你赢了一场官司, 输了个家 你心里有没有疲惫? 我爸妈早就写亲戚的疑犯文 我就习惯做一个人了 你又不同 虽然你自己一个人住 但我知道你很多时候 都特意回家 抵抗你健碩, 吸吸人气 现在你不能回家, 我担心你 一个人眼泪, 再心里疼 就是世事都被你看透了? 你承认了是吗? 是呀, 我一个人也很可憐 不过我有理就足够了 你吃东西 还吃东西? 吃饭吃你多吃点 人家吃你三口而已 不用这么孤寒吗? 我请你吃一盒都可以 但为什么你只买一盒呢? 你说今晚有个派对 想我陪你去吗? 我免得搭着肚子, 你说我失礼你 我稍后早点回家准备一下 你会接我的吧? 今晚喝酒不开车 找公司车接你 好的 好, 我来接我吗? 不乖 有问题吗? 祝大家新一年, 不用再戴口罩 好, 每个都看见一个美丽 祝韩国叶, 套年叶, 迹旦起 每个有红利, 恭喜…